炒饭就是张白纸 画什么你说了算 大家好 我是麦书 好吃看了见 好吃就能做 欢迎大家来做 今天我们来个家常的 不要再家常了 在家里随时能做 OK我们开始 这次来到超级简单的家常菜 先准备下材料 齿粒的胶白切成小丁 准备一点葱花和蒜片 最后把厚切的培根 切一下片 当然超级的普通培根 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 调制一下这道炒饭的灵魂 调味味噌酱 赤味噌白味噌都可以 混合上30到40毫升的生抽 就完成了 我非常喜欢日系菜 因为它除了被我们定义的 那些高端日料外 真正的状态 却是美食界的哇比萨比 菜季的典范 朴实到极致的审美 其实用在味蕾上 也同样合适 热锅冷油 中小火熬制一下蒜油 同时产出一些黄金般的蒜片 这也是这道炒饭 美味的另一盏明灯 蒜片变成黄金色后 就撩出备用 接下来我们用蒜油炒个滑蛋 鸡蛋多少任你喜欢 我本人可是连个鸡蛋饼 也要三个鸡蛋起步的人 滑炒到半熟后 就连油带带一起留着备用 不用再加油了 用锅里表层的剩油 翻炒一下培根 不够的油呢 培根本身也会有所贡献的 培根炒得微微发白 加入椒白丁一起翻炒 中火炒个40秒到1分钟 就可以出锅备用了 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 下饭 炒锅加热到足够的温度 用冷油滑下锅 转成中火 开始炒米饭 等米饭稍稍炒散了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习惯 淋上一点点的黄酒 可以使米饭更香 这是我自小的传统记忆 酒香扑鼻 米饭干燥后呢 就加入培根焦白丁 继续翻炒 不要停 我不喜欢吃太老的鸡蛋 所以呢 最后加入鸡蛋 把鸡蛋切碎翻炒 到这里 炒饭所有的配件 都组装完毕啦 好了 点提的步骤来了 这个时候 加入我们调好的味噌酱 快速翻炒 拌匀 炒出香味 炒饭呢 最忌讳的就是过多的水分 所以一定要快 米粒基本都粒粒分开 撒上一大把葱花 炒出香味 出锅前呢 不要忘记 在一边厚长已久的蒜片 加上几片 再增贴一抹蒜香 就可以出锅啦 一盘充满锅气 蒜香气 味噌酱气的朴实炒饭 被誉为水巴线的焦白 贡献了这份炒饭中 清新的气息和滑嫩的口感 没有用到一点奢华的食材 和炫技的烹饪手法 但味道呢 就是那么的掏心掏肺 告诉你食材本身的味道 就像喷这本书的作者 说的一句话一样 我非常的赞同 当你在做一个地方的美食的时候 其实烹饪的过程 就是和当地人文 混之交流的过程 这家一定要试试 真的非常好吃 材料又简单 成本又便宜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回见 拜拜 好了 我是你们的麦树 我们回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